大家好 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節目 《軍武器言》你的節目主持是Larry 好 這一節就是《軍武器言》和《科學新知》 Crossover節目 所以我們今天就有請到陳博士 跟我們去討論一些科學和軍武相關的話題 我們今天想說的就是 在《來自南華早報》又出了一個消息 說到中國有最新的6G技術 這個6G技術當然是有很多民用的範圍裡面有很多用法 似乎它將它apply了到軍事用途裡面 一個很大很大的範疇作戰就是海軍 尤其是在反潛戰的作戰上似乎有一個大用 用處似乎想將6G那種的搜尋技術 它是6G的特點 放在這個反潛作戰裡面去尋找 主要是美國、英國、日本、澳洲等等的軍艦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我們說到美國或者其它別國的潛艇 他們出了名是靜的 他們的噪音是做得很小的 還有那個海洋背景的聲音 大概是90至95分輩的聲音 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一直以來中國對反潛戰這個版都是特別差的 所以就怎樣可以克服到這個中國的反潛戰的缺點 最後是可以捕捉到美國或者其它別國 他們的潛艇當然在接下來的戰爭上是會佔了仙計 所以今天我們會探討一下可能性 還有這個Apply用了下去之後 還會有什麼優勢 又或者那個技術的難處的限制在哪裡 今天會跟大家講一下 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忙免費訂閱 包括NHK的軍武器言 還有課學生志 多謝大家 記得幫忙點讚好這個program 陳柏仙 你好 是啊 Larry 你好 是啊 我們就講到今天這個topic 其實那個6G的技術 我想大家通常都是聽開 例如說現在用5G 很多時候都 那6G技術除了民用之外 其實它這次在南華早報裡面的application 有什麼含意呢? 例如說它去追蹤潛艇上面 其實它的原理又是什麼呢? 我想大家都如果記憶猶新 那就應該6G這個名詞 未必很陌生的 因為如果你問究竟我們6G變成了勢未呢? 那有件事很曖昧的 Larry 你記不記得先前呢? 其實哪一個國家和機構宣稱自己 想著發表這個6G技術先? 華為是嗎? 那其實就是大家都知道這些通訊技術 345G上了然後大家就會談好了制式 基本上那個制式的制定權 其實就令到你在那個技術上最有華語權的 所以呢 人人都看到的了 在未來的通訊裡面呢 你怎麼可以叫做在那些更加以後的G那裡 再拿多一些的華語權呢? 就是本身你又沒有制定制式的能力 還有你又沒有那個發展那種制式 它所需要的那個科技那個能力在那裡 那你說由5G上6G 那不外乎都是那個 就是最簡單的就是那個溝通頻率是會高一些 現在說的5G呢 都是在用一個叫Gigahertz 就是10的9次方那麼多的hertz 那種級數的通訊頻率 然後你去到6G的話呢 那大家心裡有數就是說呢 比現時5G那個的通訊頻率是高10倍至到1000倍左右 那這個這樣的範圍呢 我們就都基本上認為是未來6G溝通技術 它所需要用的頻率的了 那中國大陸搞了的 那而且它不是僅是說宣佈 我可以用這個這麼高頻率來溝通 而是它也都有能力去發展了 就是說你如果需要用到這種技術 我那些這樣的電子零件 基本上我都預備好了 那所以呢就在幾年前 我們看到中國企圖就是定義了什麼是6G 那但是最接著下來的東西就是 有軍事競賽政治博弈的成份 那大家就不去參與中國定義這個6G 那所以你說這個世界上有沒有6G呢 有一個符合6G標準的技術 就中國發展了出來 但是現在世界就不準備用這個中國定義出來的標準 那麽意思呢 那變成你設定了一個牆壁出來 但是就請不到朋友去玩 就是你有個派對 你就設定了所有東西了 你邀請所有人去的時候就沒有人去你的派對 是不是這樣意思呢? 因為就現在說是說好了我來你的派對 就裡面所有的東西呢 那些這樣的工具呢 就是總之我就要給那份錢 然後任何所需要的酒水服務呢 就一定是要和你買 這樣子的樣子 這個呢就是我們初步了解了 就是6G呢 就是現在就變成有一點點獨家村了 就是5G現在都還是大家是 比較是外圍應用著最多的那個情況 所以就6G呢 如果在國際的空間 好像6G就直接大家當是未到那樣 就是中國就prepare了 但是呢 其實假裝未到啦 好像是 但是anyway 就是這個因為都要國際之間合作了 就是如果大家都不玩呢 其實你變成你自己stand alone呢 你自己的市場呢 你都很難 popular 所以你都要大家有一個共識的 就好像剛才陳博士說的 你是要有一個共識 大家怎麼去用啊 因為那個規則怎麼去定呢 這個都很重要嘛 那你的規則怎麼去定呢 就會favor了某一些的國家 或者某一些的創商 比如華為那樣啦 那之前華為都很爭取在6G市場上面 就是幫你去pull hardware那些東西 那怎麼去拿到先機 不過今天就不是說華為和它那些拓展那些陰謀那些東西了 那真是說 那陳博士 那這個6G 就是如果中國它們那個 角度路是南華早報裡面的那個技術呢 怎麼幫到它們去找美國的潛艇出來呢 這樣的 這裡又要稍微分類地去說一下 如果我們想找潛艇呢 是可以有什麼方向 就是有什麼技術 那譬如 如果Larry你自己第一個閃到的一個方法 怎樣找潛艇 你會想說誰先呢 如果你以我們通常說呢 就用一些反潛的器具啦 那會在一個海洋 例如說可能在那個水底裡 就用潛艇找潛艇啦 又或者會在水面上面呢 就會用反潛機啦 那其實就是我們講美國啊 那些很多 就是它們都有很多這些的 例如說用P8A啦 就是最新的 舊的它們來日本可能用P1啊 或者用P3C啊 台灣都有的 P3C 那它們用一些反潛飛機 擲那些我們叫做星立 那些浮沫的星立 這樣就去 在水下面盡量去做一些定位 那這個就是我們常見的 那就是潛艇下面做啦 或者是一些反潛的船 例如之前英國呢 例如一架叫二三型的那些反潛的藍 那就是在南中國海 就捉到中國的潛艇 那它就捉呢 就應該捉是那些 我們叫做柴墊潛艇 那都相當先進的啦 不過都不小心呢 就被英國捉了出來的 那就是 所以我們見呢 就是如果軍方呢 就有這三個可能性呢 去捉那些潛艇啦 是啊 那我們我想今天就比較少 會少碰到在水底怎樣去找呢 因為呢 它現在這次中國說的這套技術 是針對如何在水面那裡找潛艇的 如果就算你說在水面那裡找 剛才你也提過了 我們可以用一架船 放一些東西在水面 或者用飛機放一些東西在水面 或者有架飛機不放東西 就這樣在水面畫過來去量度 而且量度呢 是量度它什麼信號呢 究竟是量度它那個電池出來的信號呢 還是這個升頻機械的震盪呢 其實這裡已經可以再細分幾類的東西來講的 那譬如其中一種 就是說 潛艇自己本身 它是一塊很大的金屬 而且很多的成分是鐵、鋼 然後就是它對那個磁性的反應 就是它是一種叫做鐵磁的反應 就是你當作一塊鐵 一塊Nickel 你可以讓這個磁石靠近它的時候 它最後自己都沾染到一些這樣的磁性 是一塊這樣的東西來的 那一塊這麼大的鐵磁的物質 放在水底裡 原來就是 我想你也有講過、聽過的就是 我只要在上面 如果幸好地有架其中一種的反潛機 它的機前面有個很尖的鼻子 就專門用來量度那些地球磁場 量度那個地球磁場如何 被下面無端端多了一塊鐵磁的 一塊這樣的東西 在水底的一塊東西 怎樣影響到我 量度到地球磁場 多了一定少了 原來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它透過探測地球磁場 如何受到水下潛艇的干擾呢 就是其中一種方法來的 那當然就是這個限制就是 你能夠靠到幾近那個潛艇 那所以這一種叫做 就是這個 Magnetic Anomality 那種這樣的技術就是其中一種 另外就是我們怎樣去抓到潛艇 它發出來的機械震動信號呢? 那如果不說我們放其他的聲納去找他 有沒有辦法在這個水面上面 我們也有辦法去聽到水底下面那些東西發出的聲音呢? 那大家都會預料到的 如果在水底聽水底會容易一些的 但是呢 如果一經過了水面上空氣那裡 就難很多的 那其實這次講的中國大陸 它去發展的這套技術 其實也都是應用到6G的這一種電池信號 它作為它的一個雷達的信號 幫忙在水面上找一下水底有沒有東西躲起來 然後發出一些聲波信號的震動 然後呢 就駁去就可以 現在就希望可以呢 那些信號如果由水浮上水面 上到水面的時候 使得水面也有些震動 那些震動能不能夠在空中被閱讀得到呢? 那現在中國大陸其實這次是想搞這套技術的 OK 那變了這套技術呢 就是說如果它在水底裡面有任何的震動 只要不小心穿出水面 無論它是多輕微 那因為透過6G它本身那個噴譜 就是它的特點 那它就可以輕鬆就折取到是不是? 陳老師這個意思是 其實都不可以用輕鬆兩個字的了 我會同意你說的 那個技術現在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你說世界上有沒有人在做這個技術呢? 那這個不難去看 美國自己就做了很多年了 那它們就當然不是用6G來去做 因為它們沒有的嘛 那它們呢就用到激光信號去做 那它們有它們的電子元件 也都可以是把它放在一架無人機那裡 那變了就是說呢 如果你想量度得好一點 你就用一架直升機 去吊著一塊東西 把它放在水面上去量度 那因為呢 你直接把東西放在水面呢 就可以無論是水面還是水下面的訊號都可以收到 但是如果這樣做的話呢 可以很笨重的 你經常要去到一個地方 放下再收回來 再飛去第二處再放下來 那上面你的直升機在那裡保持的時候 那直升機自己是非常吵的 那所以這套傳統的技術呢 其實你會發覺就是那個移動能力是差一些的 那所以呢 美國它也都很清楚 怎樣去改進去呢 就不要用直升機去做 用無人機去做 然後無人機還要找到適當的 它們就選擇了用激光去做 去射一些東西在水面上 然後看看那個水面呢 究竟有沒有一些震盪 是由那個水下面潛艇產生出來的 聲音的震盪 那基本上就令到那個水是有點漣漪的 其實就好像 那能不能夠由它自己那個激光雷達去量度呢 那這個就是美國自己去做的 那你可想而知了 那它們的通訊就不是用6G的頻譜了 那它們都是已經在用無人機的技術了 那但是就算由美國那裡去測試也好 那都有面對著一些物理限制和技術限制在那裡了 那中國這次呢 那這次要講它的技術的時候呢 反而就有些資料就比較公開了一些的 因為是一個已經發表了 在中國自己一些軍事期刊的文章 而且不用付錢就可以下載到下來看的 那所以就比較容易看到就是說 它們在現存對美國如何捕捉潛艇技術的認知上面 自己再加多了一個6G技術在上面 來去看一下可不可以令到自己都捕捉到潛艇 那如果現在這樣去觀察呢 可不可以說其實中國和美國它們在叫做捕捉 那個潛艇發出信號這個位置上面是已經很貼 還是其實中國都仍然停在一些理論層面 或者是那個實際那個的進步是不大呢 或者可以這樣去比較 怎樣去量好我們把尺是什麽呢 那首先你知道 首先有理論層面先 然後呢 大家都會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正正式式去測試 測試的時候呢 不是一下子就去那個海裡的 就會真是很實際去那個泳池去測試先的 就是在一個當然水要夠深 要超過10米的一個水池 那個水池就叫就叫泳池了 你就不是真的拿來給人游泳的 那你就真的在那個實驗室那個大水池去試一次 那譬如說 你想著的無人機 在來水面多高那裡飛 那個探測器擺多高 然後就你下面那個潛艇那個射線員 在水底有多深 好了 在那個實驗室水池環境測試完之後 就拿出去正式的大海裡 因為正式的大海裡 就有很多其他雜不甯的雜訊在那裡 那還行不行呢 這樣 到這樣都行的時候呢 你就真的再企圖找真船真飛機去試 那美國現在自己的那套技術 就都放在實際應用那裡了 其實就 所以都經歷過了這個測試的階段 但是如果你看回中國今次那個 雷達學部發表的文章 他們就由那個自己實驗室階段 就拿去海那裡的階段來試 那麼 Larry 其實本身 我也有發給你 就是他們那個論文那裡有個圖 那麼其實他們在那個海那裡 就搭了一個台 那麼他們那個探測器就放在離那個海面 是在一個黃海的海面 離海面的高度就是半米至一米左右 就有個探測器 就模擬一下 你如果有一個無人機 放在一個離海面 一個比較貼海面的飛行的時候 看看可以量度到什麼 然後它的射線源 就放在那個水底10米左右的 10至20米左右的深度 然後去現場測試的時候 他們還嘗試去找一些飛機飛過 除了水底之外還有其他的干擾 那麼他們就成功測試到 可以抓到那個的訊號 所以你可以預期就是下一步 他們希望試一下放去一些 正式的飛行和水底的模型那裡 去做測試 那麼究竟到什麼時候才可以放在實際的應用上呢 那麼我想也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中國和 就是甚至乎現在 就是中國核下的香港媒體那裡 去看看什麼時候會有新的線索 嗯 所以就 就是看到反潛這裡 其實有很多種的做法 但是就中國這一邊呢 反潛戰我們經常都說的 就比起西方 就是無論就算和俄羅斯去比較 那麼反潛的技術都比較低的 那麼就那個基數是小的時候呢 變成就要用很多其他的方式去追趕 那麼就美國啊其他西方呢 那個反潛技術 那麼還有我想中國都比較 注意呢就是他們那個 例如說黃海啊 或者我們常說台海呢 這些就比較淺窄的水域啦 那麼所以那個反潛上面 就可能都還有一定的空間啦 但是他們將來要在那個遠洋作戰 就是包括呢 你東海也不算很深 那就深一點啦 還有在南海啦 事實上 或者甚至乎在巴士尾峽 再出去西太平洋那邊呢 深邃很多呢 其實到時他們去面對呢 美國的艦隊呢 他們那個反潛呢 就 現在就真的不是很理想的 所以就 就是這麼說啦 你要真的做到有效地去 在無論近海還是遠洋反潛呢 你那個對水底的探測 那個範圍呢 那個深度 要是上百米的範圍 那才真是形成一個防衛力啦 但是對於黃海來說 沒有問題的 黃海平均的深度 都是四十米左右 一個就是以雙位數字米計的深海 像你所說啦 到台海是另外一回事啦 台海淺的地方 就是二十幾三十米 但是台海南邊那個出口深的那些呢 成一千米深的了 另外再看一下台灣 花蓮外海那裏呢 又是千幾二千米深的了 很快就落到 所以可以看到 由它的測試模型呢 它都是在說近海防衛偵測的那個範圍 嗯 所以變了就有限制啦 就是到這一刻 那個限制都是那個 比較近海防禦的那樣東西 不過其實都很重要的 就是近海防禦 因為它以前試過 美國那些的航空母艦打擊群 進到黃海 其實都基本上都叫出門答戶的啦 是啊 然後中國最後就升了一艘 送給潛艇 就嚇一嚇當時的小英航 嚇到呢 就是呢 美國那個軍官呢 最後呢 都被人扔冬孤了 也都每年要做一次呢 那些反潛演習 那我想呢 他們對中國來說 那個心理威嚇很大 因為你黃海呢 就是如果你那麼淺海 你都捉不到別人的潛艇呢 那就很大件事 就是無論對美國和中國都是這樣的 很老實那一刻 那我想就近海防禦對他們是很重要的 但是之後他們去到南海啊 剛才呢 陳博士說的啦 台灣東部水域那些那麼深的那些呢 很適合潛水艇作戰呢 那這個呢 就除了很適合中國的潛艇作戰呢 更適合美國、日本等等的潛艇 還有澳洲接下來又有核潛艇啦 所以其實中國那個反潛力呢 都真的刻不容緩的啦 就是要馬上去提升啦 那如果聽陳博士說呢 就都要一些時間啦 就是他怎樣去提升啦 那他接下來在那個理論層面上面 怎樣再apply下去實際用途那裡 那我們會再觀察啦 好 那這一節呢 來到這裡啦 大家記得幫忙免費訂閱 包括《君母棄言》和《科學新知》的頻道啦 那也都可以幫忙給like 推送節目上去的 好 那我們在其他的 topic 環節呢 就再和大家再見啦 好 拜拜 拜拜